Keyboard关键字热搜 为您整理出前Top5网友最关心的新闻 先来看看第一条 酒驾在台湾层出不穷 那罚则太轻了 很多人根本罚也罚不怕 所以立法院就在讨论要修罚 那么酒驾吊扣驾照 未来有可能会吊扣到两年 但是有立委说罚太重了啦 我们台湾很多人是靠骑机车 或者是开车来代步 这样会影响生计 但现在网友也骂这个立委 你搞错重点了吧 再来是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他是买下了一千万斤高雄的农特产 但是呢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去质疑了 郭董会去挺韩国瑜啊 是不是受到大陆官方的指派 郭董气死了 他说哪有啊 没有这回事 现在吴子佳也赶快道歉 说自己是一时口快 那韩国瑜呢 现在为了要搬进新的办公室 也让海洋局的员工坐在大礼堂办公 那现在又被曝出来说 光是装潢这个新的市长办公室 就花了94万元 有人觉得花太多钱了 引发不小争议 好 再来第四点也是跟钱有关哦 养一个孩子 居然要花这么多钱呢 最少从娘胎开始就开始花了 然后呢 到生出来养到他大学毕业 有人算一算啊 说低标200万 所以很多人说不敢生 因为尽管双新家庭一起赚钱 也是会被榨干的 那再来要看到的是 白沙屯妈祖绕境要登场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行进间如果神明遇到了 丧家的邻车怎么办呢 以前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场景哦 不过信众非常的团结 围成了一个两米人墙 然后高举双手 要帮妈祖来挡丧 好最后是今天的special话题了 如果说台海危机爆发 该怎么办呢 美国有军事评论家 就写了一篇文章 说台湾的政治精英们 必须要停止幻想 美军呢 并不会在台湾洋入虎口的时候 像泰山一样飞过来救我们 所以呢 台湾必须要等得 懂得来自救 这是今天的热搜话题